店面一開人潮滿滿 一味難求 到了用餐時間 更是很多人站著等座位 尤其這一面 無敵海景特等座 更是從來沒空下來過 不只是也好 這裡的海味更是不能錯過 好了 海膽來了 來到這碧海藍天的漁村 自然要享受大自然饗宴 超肥厚的滷鮑魚 紮實又纏粹 簡單滷香在嘴裡 越嚼越是鮮美清甜 還有QQ捲捲的海菜 是在地人熟知的珊瑚草 吃起來咔滋咔滋的 脆口又清爽 當然不能錯過的 還有門口的鴨香寶 一隻隻超級活跳跳的大龍蝦 全都是自家漁船 新鮮捕捲上岸 一般的漁村捲著魚 我們就有鮮魚 然後就不會鮮魚 沒鮮魚 都自己捲 都沒去把鴨鴨撒 想吃什麼要看運氣 要看長時間 對… 捲起來現場處理 龍蝦的肉質最Q彈鮮嫩 要保持著口感動作可得快 手起刀落用冬粉鋪底 豪邁擺上一塊塊龍蝦 淋上特條蒜泥用大火蒸熟 醬就是有很多種料 還有蒜 主要都是蒜頭 蒜頭自己補就 不是要便宜的 都自己補就比較新鮮 翻船熱氣中 誘人香氣陣陣襲來 龍蝦變身鮮艷色澤 光用看的就讓人口水直流 吃進嘴裡簡單蒜香 帶出肉質本身濃郁的海味 鮮美爽口讓人損脂的美味 這些都是老闆娘 蕭麗華的拿手好菜 從小在漁村長大的她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身分 就是悠遊在藍色潑光中 尋覓大海馈陣的海女 做海女的四人都會餓 不然我也是盡量去拔蔬菜 還有珊瑚草 海膽 都幾個月而已 冬天是有去拔紫菜 頂著艷陽採過淺淺的水坑 從國小畢業後 蕭麗華就成為海女 時常踏著熟悉的步伐 朝著大海前進 沒有專業設備 只靠日常衣物跟工具 套上潛水鏡 就直接到海中探索 陽光下閃爍光澤的紫海膽 從海邊直送餐桌 粒粒分明的金黃色澤 味道鮮美 口感濃郁 每一勺都是大海精華 浪花朵朵的海面 數十年如一日 但岸邊的小漁村 在這些年的光陰裡有了改變 改變很多 以前這些都沒有補完 這些都紅苔 紅苔都在家裡 我們小師傅也是 這些都海平 這些都海的 這些小師傅都很多 沒像這個 古早的百年石頭屋變少了 路卻變得更大更寬 遊客來到小漁村玩 蕭麗華因此開始了斜槓新人生 掌起鍋鏟 打開大門做餐廳 我都拿我們這裡有的食材 來煮而已 那是我們自己家常菜 煮起來 她覺得我煮得很好吃 溫暖的媽媽手藝 讓很多來到漁村的韜客 一池上瘾 全家人一起撐起這間 樸實簡單的小餐館 對啦 比較有判 大家 所以大家都在家裡煮 不用煮到外面吃 自家人一起烹調餐桌上的滋味 蕭麗華的料理中 也有著這份代代相傳的情感 辣炒鮮魚就是他從長輩那學來 最懷念的一道菜 琵琶魚先汆燙去腥 接著就是重頭戲 豬油爆香 濃郁香氣撲鼻而來 辛香蒜末在鍋中隨著熱油舞動 魚肉下鍋煮 沸騰擺進自製的辣椒醬一起炒 用米酒提香 起鍋前放進蔥花 辣椒點綴 上桌吸附湯汁的魚肉表面 入口辣香沖上舌尖 越辣越開胃 吃飽後當然不能錯過 在地知名的特產食花凍 金黃透明 帶點淡淡甜味 滑溜的口感冰涼的消去了暑氣 這各種酸甜苦辣 就像是蕭麗華走過大半輩子的 逃海人生 逃海人生比較自由 就是看硬的白白的 就像不去那邊很難 前進海裡尋寶 這外人眼中的苦差事 在蕭麗華心底 卻是從兒時 就閃耀發光的智寶 屬於他的海潮之聲 就是魚村裡最美的旋律